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远在老窝乌多姆塞省医院的唐有中医师 他因接诊的一名胸痛患者病情复杂无法定夺 便请王雅峰给予远程援助 唐有中是王雅峰代的2015级临床医学专业老窝留学生 毕业后也一直与王雅峰保持密切联系 这个新链图倒是出来已经很典型了 是一个广泛的一个前臂心肌梗死 然后呢他现在如果还有持续的胸痛 接听老窝医生求助电话 帮助老窝医生分析心电图 指导他们给患者用药 这些都是王雅峰的日常工作之一 自2018年西双巴纳州人民医院 同老窝的三家医院 开通远程心电诊断平台以来 已经有3700多名老窝患者 通过这个平台得到了科学及时的诊断 那么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15岁的一个小男孩 他在当地诊断的是一个登革热 那么这个登革热呢累积了心脏 那我们这边就叫做病毒性的一个心肌炎 那当时患者是症状非常重 然后呢呼吸困难 然后呢心率加快 那这个时候当地的医生呢就没有办法处理 然后送到了ICU 然后呢在我们指导下 那么就当时就给他开具了一些药物 那么这些药物跟我们国内的一些说法 或者是说一些常用的这些术语有点不太一样 那么他们老窝的医生就把他们医院的这个相关的药品拍了图片 然后呢传输给我们 我们通过一些翻译 然后呢通过微信的再传输 把图片里面的相应的药品给他购化出来 告诉他们用哪些药 那么这个患者就经过这么三天的这个积极的沟通 然后最后是转为尾案 远程心电诊断是中国与老窝在医疗合作上运用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老窝的医生将当地患者的医学影像报告等资料 传输给中国医生 中国的医生在会诊后 给远在老窝的医生提供治疗方案 让老窝患者不必跑到中国 就可以得到科学有效的治疗 即使在疫情的影响下 中国医生仍然可以传递中国的温度 因为蓝苍江呢是我们西双百纳的母亲河 那么它流到了老窝 那么它是妹公河 那它同样也是老窝的母亲河 我们供应一江水 实际上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我们就希望通过我资深的这个能力 或者是说我们科室 我们这个团队的一个能力 能够更好的帮助到我的兄弟姐妹 解决他们的病痛 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那么也是我的荣幸 更是我的责任 作为西双百纳 带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厂科的骨干力量 张灵从一二十年 不仅见证了无数中国孩子的诞生 也时常接诊 从老窝赶来西双百纳厂检的 又疑难问题的孕妇 而前往老窝进行医疗援助的经历 让他印象尤为深刻 2017年12月 他随同由西双百纳 带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和蒙海县人民医院 组成的专家组医疗队 去往老窝波桥省医院 进行交流和技术指导 由于当地医疗条件简陋 在为一位厂妇实施麻醉 和抛妇产的手术中 出现了突发情况 手术进行到中间的时候 有一次就是复燃玉上 就是医院停电 停电然后就在应激的状况下 应激的状况下 我们老窝省医院 就是妇产科的医生 还有他们的院领导 还有我们医疗队的带队的领导 就是想办法用应激灯呀 就是手机呀 这些就为我们照明 然后在这种 就是说突然停电的状况下 把这个手术很顺利地完成掉 用手机照亮的手术台上 让这个小生命 在来到世间的那一刻 就感受到了中国温度 如果下次还有机会去老窝的话 我觉得很想去关注一下 以前我们救助过的病人 然后我们接生过的孩子 想看看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也想了解一下 老窝的历史啊 文化啊 传统啊 还有他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然后跟我们一起共事 同台的医生 护士和医务团队 想看看他们现在工作情况怎么样 生活情况怎么样 非常期待 非常期待 GI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